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雅学Ruby》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节的知识大纲 根据知识大纲 我们现在应该学习 数主类和哈希类 这两个知识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 重要知识要连 本节我们还是 一次学习两个 数主类和哈希类 分别学他们的创建 还有常用方法 同样的,本节我们也主要 在中端里面去演示 不会专门来敲代码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学习数主类吧 数主这样一个概念 同学们肯定比较陌生 因为在之前我们都完全没有 提过这样一个概念 数主,简而言之 它就是一个有序的集合 它是有顺序的 那好,多说无益 我们先到中端里面看一下 如何去创建一个数主 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数主了 创建数主一样有多样的方法 但在这里我们只介绍两个 第一个是类似于 字符创创建的一种方式 创建数主是用的方括号 把变量填进去 这样就生成一个数主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数主它是有两个方括号 扩起来的 里面的每一个值 是它的变量 那我如何去取里面的每一个值呢 一样的 还是方括号 然后0就取第一个 1就取第二个 从0开始数吗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它是一个有序集合呢 同学们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一下这个数主的概念呢 同样的数主也可以通过类来生成 already new 但这样得到一个数主 它是一个空的数主 我们一样可以通过取元数的方式 给数主生成每一个变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跳过生成 比如说第一个我不设置 我直接跳到第三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中间会有一个围空 那我现在再来设置 第一个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在这里我想考一考同学们 如果我设置好了过后 我怎么去修改呢 对没错 同学们聪明 在改了就是啊 直接通过方括号取元数 改它就行了 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这里同学们是否会想到自付串呢 比如说 hello 然后我想修改 其中的一个值 其实自付串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数主 很多原理很多方法是可以通用的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数主的基本方法 常用的方法 根据自付串 我们肯定可以知道数主 它也有一个lens方法 一样的统计元数的个数三个 其次数主它肯定也有empty方法 看它是否为空 这些都是跟自付串一样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些数主的特殊的方法 比如说交集 并集 还有全集 我们现在定义两个数主 第一个数主是 一二三 第二个数主是 二三 三四 让A和B取交集 交集的符号是且符号的一个 A和B取交集是二三 并集 并集符号是或符号的一万 一二三四 全集 全集就是用加号 它是把所有元素都合并到一起的了 并集符先生会问 那老师 我怎么把一个元素加入到一个数主里面去呢 有个同学可能会想到这样一个方式 对 对 没错 这也是一个方式 但是你得知道 这个数字还有多长呢 万一你不知道呢 当然聪明的同学可能会这样写 没错 没错 这样也行 虽然不该加那个一 正确做法就是 add length 因为它是从0开始数的 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长度 我们就要去算 那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 这个方法就是push 可以直接把一个值放到数主的末尾去 相对应的有一个方法叫做pop 它可以弹出最后一个操入的值 最后5被弹出了 但是pop里面可以设定你本次需要弹出的值的数量 比如说我弹出三个 这是被弹出的 就只剩1234了 那有个同学会说 我如果想插入呢 插入英文单怎么说 insert Ruby的方法名字设计 它是很符合英语规律的 所以同学们根据英语去猜 班都猜得到 比如说我想插入第一个位置吧 然后插入的值是100 是很符合英语规律的 数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hashi hashi是一个音语 hashi代表了一种无序集合 我们还是看一下如何去初始化一个hashi吧 hashi 他的初始化是大括号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这是他的键 键盘的键 这是他的值 这样就获取了一个hashi 我们如何来获取值呢 就需要通过键来获取 而他的键是字符串 值可以是任何类型 比如说数字吧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的值没有任何限制 同样的他也可以通过hashi的类去初始化 然后依靠同样的方式去初始化一个hashi 在这里就不带大家一一去操作了 因为他是跟Ary宿主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在本节课之后 能自己去操作一下 试一下 查一下 hashi他还有哪些方法 常用方法都是相通的 hashi和宿主之间是可以自由转换的 通过2a和2h方法 还可以再转回来吗 是可以自由转换的 在这里面的特性 也希望同学们自己去挖掘一下 好 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业了 本节课的作业就是 跟上节课差不多 同学们自己去收集一下 数组和hashi 还有什么常用的方法 记下来 在后面的课里面 我们可能会用到 我们就不再会一一讲解了 好 本节课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